大家好 在学习汉语过程中 大家可能学过不和没有这两个词 不和没有的用法大家掌握了吗 如果还没掌握 请大家跟我来一起学习他们的用法 我先说明一下 没和没有是一样的 凡是用没有的句子都可以省略 有意思不便 不和没都可以用在动词前边表示否定 不常常用于现在将来 也可以指过去 没呢 常常用于过去 现在很少用于将来 现在我们通过例句来掌握他们的用法 他不来 他不想来不愿意来 另外这两个句子的提问方式也不一样 他不来的提问方式常常是他来吗 或者他来不来 肯定回答来否定回答不来 他没来的提问方式是他来的提问方式是他来了没有 他来了吗 肯定回答他来了否定回答他没来 我们再看这两个例句 那个服务员没看见我们所以没站起来 那个服务员没看见我们所以没站起来 在实际生活中常常要表达经常性的习惯性的动作行为或状况 表达这类内容的句子有肯定的 如他用汤匙吃饭 他住在土龙屋市 也有否定的 他不用汤匙吃饭 他不住在土龙屋市 从这两个否定句中 我们可以看出 在汉语里 否定经常性 习惯性的动作状况的否定副词 必须用不不能用梅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句子 他从来不抽烟 不喝酒 从来不抽烟 不喝酒 是经常性的 习惯性的 所以这个句子 用不来否定 不能用梅 那么什么时候用梅来否定呢 我们再看看这个句子 他刚才没喝酒 没喝酒 这里的没 表示喝酒 这个动作没有发生 这个句子的提问方式是 他刚才喝酒了没有 他刚才喝酒了吗 他刚才喝没喝酒 肯定回答是喝酒了 否定回答是没 不能用不 我再举两个例子 那个地方一年四季都不下雪 在平阳 每年春节期间都不下雨 一年四季都不下雨 一年四季不下雪 和每年春节期间都不下雨 是属于经常性的 所以这两个例句中的不 不能换成梅 大部分的人愿动词都用不来 否定少用梅 例如不会 不能 不可以 不想 不愿意 不敢 少数能愿动词 用梅来否定 例如 没能 没敢 没肯 一般的用于 过去 非动作性的动词也用不来否定 例如 不是 不在 不像 不信 不叫 他不像妈妈 像爸爸 他不姓王 他姓李 他不叫阿兰 他叫阿花 在 可以用梅来否定 常常用于过去 刚才 他没在家 表示认知的动词 也常常用不来否定 例如 不认识 不知道 不了解 表示心理活动的动词 也常常用不来否定 例如 不喜欢 不爱 不恨 不怕 爱我的人 我不爱 我爱的人 不爱我 但是 不管属于哪一类的动词 只要在他的后面能嫁祸 表示过去有某种经历 他的否定形式用没 不用步 例如 没爱过 你爱过吗 我没爱过 也没恨过 动词后面如果有结果不语 那么他的否定形式必须用没 不能用步 例如 没 看见 看是动词 见是结果不语 那用没来 否定不能用步 讲到这里 有个同学一定会问 结果不语是什么 在动词后面表示动作结果的补充成分 叫结果不语 好 现在我问大家 大家回答对的 那可能是结果不语 两个人在打架 大家来想一想 打以后的结果是什么 但有的人回答 打的结果可能是死 或者或者是山 断手断脚 死山断 都是结果 都是打的结果 这叫结果不语 你洗衣服的时候 洗的结果是什么 洗的结果可能是完 干净 吃饭以后的结果是什么 饱 完 饱 完 干净 放在动词后面 表示结果 叫结果不语 吃饱 吃是动词 饱是结果 它的否定 形式是没 不能用不 没吃饱 不能说 不吃饱 那如果 用不的话呢 不要放在动词和结果不语之间 吃不饱 吃不饱 就是吃的时候 饱这个结果 不能达到 那什么时候说吃不饱呢 饭太少 吃不饱 什么时候说没吃饱呢 它刚才没吃饱就走了 大部分的形容词用布来否定 少数形容词用煤来否定 有个形容词既可以用布来否定 也可以用煤来否定 那么用布和用煤有什么不同呢 大家看见了没有 我在烧水呢 湖里的水在变化 油冷 慢慢的变热 可是变化还没有完成 现在水还没热的 这个锯子里的煤不能换成布 旁边有一杯冷水 水的性质不变 是静态的 这杯水不热 这个锯子里的布 不能换成煤 可见 否定事物性状变化的发生 或完成 只能用煤 否定事物的性状 只能用布 所以 不热 不冷 不红 不好 和 没热 没冷 没红 没好 意思不一样 我再举几个例子 你买苹果吗 苹果不红 我不买 树上的苹果红了吗 树上的苹果还没红 他身体好吗 他身体不好 他的病好了吗 他的病还没好 有的形容词 只能用布来否定 不能用没 例如 不合适 不能说没合适 这是小孩子穿的鞋 大人穿不合适 大人穿不合适 不能说 这是小孩子穿的鞋 大人穿没合适 为什么呢 因为这双鞋的性质状态不变 所以 这个句子 只能用布来否定 不能用没 接下来 我们看第三部分 布呢 不能用在名字前 没呢 可以 例如 没钱 没书 没水 没人 今天的课就讲到这 希望今天的课 对大家有所帮助 再见